凯特王妃自从早前被报道因为生病而入院治疗,一直就没有再在公开场合露面,这就让外界传言纷纷,有些喜欢阴谋论的网友甚至在网上发表评论,称凯特王妃的病情十分严重,因此才不得不中断正常的王室活动,不再公开露面,在医院接受严格住院治疗。 也许是为了打破圣霄尘上的留言,也是为了向关心自己的王室粉丝们报平安,王室最近公开发布了一张凯特王妃与乔治王子、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的一张合照,似乎想通过这种方法向人们宣布,凯特王妃身体健康无大碍,一切都在控制之中。 然而,就是这张照片,又引起了风波,被人质疑这张照片被操纵造假。 据英媒在当地时间3月11日发表的一篇报道,凯特王妃的与孩子们的一张合影照片被质疑是受到操纵造假。 据报道,最近发布的一张凯特王妃和他几个孩子们的合影照片被质疑造假。 一些著名媒体,如美联社、路透社、法新社和盖地图片社都发布了通知,停止在刊登这张照片,因为有人质疑这张照片被操纵造假了。 据《静报》报道,有多个媒体证实,这张照片将从各自的报道中删除,不再公开刊登。 有消息人士称,这张凯特王妃与乔治王子、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的合影照片是经过人为编辑修改过,疑似被操纵造假。 美联社的一则通知写道,经过仔细检查,似乎是有人操纵修改了这张照片。 在这张照片中,凯特王妃和她的孩子,十岁的乔治王子、八岁的夏洛特公主和五岁的路易斯王子坐在一起合影。 凯特王妃在附随这张照片的文案中写道,感谢你们在过去两个月里的祝福和持续支持。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。 英国的母亲节与其他国家不同,不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,而是每年的四旬斋,即每年复活节前除去周日的四十天中的第四个星期天,称为英国母亲日,今年的母亲节就是三月十日。 当这张照片被发布的时候,在社交媒体上眼尖的王室粉丝发现夏洛特公主手臂的袖子没有对齐。 也有人对路易王子一只手失去手指,提出了疑问。 有一个网友对此发表评论道,这张照片太美了,路易王子的手指怎么了?看起来好像不见了。 另一个网友很困惑,他说,路易王子缺了一根手指吗?难道这张照片是人工智能生成的? 还有另一个网友写评论,我认为路易王子之所以看起来缺少了一根手指,是因为他用手握着椅子的扶手, 这样看起来他的一根手指就不见了。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王室内部人士表示,这张照片没有经过编辑修改,没有用Photoshop等图片编辑软件来玩把戏,更不会是人工智能生成的。 这位内部人员告诉《每日邮报》评论,这张照片不是经过PS处理的。 虽然看起来路易斯是缺失了一根手指,但是事实就是他只是弯曲了手指。 他肯定没有失去一根手指,大家别担心。 此外,肢体语言分析师朱迪,詹姆斯在《劲爆》中深入剖析了凯特的姿态和表情, 指出这幅照片巧妙展现了他在家庭中有趣、放松的一面。 詹姆斯强调,这张照片仿佛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精力充沛、积极主动、热衷游戏的凯特。 凯特的双臂仅仅保护着乔治和路易斯,却不失舒适感,他散发出温馨、快乐,与孩子们欢笑共度时光。 而他宽广而自然的笑容,充满了真正快乐的迹象,与常见的王室成员在正式场合上生硬、做作的微笑形成鲜明对比。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他眼角微微皱起,流露出明显的喜悦,表达出一种毫不设防的情感反应,凸显了凯特在这个充满爱意和欢笑的瞬间中的投入。 詹姆斯的分析揭示,凯特的手臂姿势和三个孩子的肢体语言共同传达了一个轻松、信任的家庭氛围。 凯特抱着他的两个最小的孩子,做出保护的姿势,三个孩子看起来都很轻松,他们张开嘴笑着,看起来非常自然。 非常真实。 夏洛特显得格外轻松,他随意地靠向母亲,发出欢快而夸张的笑声,表明他在凯特身边表达幽默和情感的自在。 乔治也似乎毫不掩饰地对着镜头微笑。 这些放松的姿态表明凯特在家中营造了一个令孩子们感到安全,并在天然、真实的游戏中获得支持的环境。 这张照片毫无疑问地赢得了公众的热烈欢迎。 在这个时代,充满巨大困扰,这幅画让人们回想起母亲与孩子之间淳朴的爱。 然而,更为重要的是,他展现了凯特作为一个个体的真实面貌,而不仅仅是一个王室成员。 他微笑着抱着儿子们,既保护又俏皮,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普通而忠诚的母亲,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给家人带来欢笑和慰藉的时刻中。 正是这种真实的状态,使这张照片显得如此特殊。 照片展现了凯特显为人知的一面,充满活力、无庸无虑的凯特,他明显地享受着与孩子们一同度过的有趣和俏皮的时刻。 正式的礼服、完美的发型以及在公共场合的微笑都已不复存在。 相反,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母亲完全沉浸在母爱的喜悦中,他荣光焕发的笑容表明,在与乔治、夏洛特和路易斯一起玩耍时,他感到最快乐、最放松、最自然。 这种希望,爱和日常快乐的传达无疑引起了如此积极的共鸣。 在一个强调持续更新和精心策划的亮点的世界中,这张肖像为人们呈现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真实,亲密地揭示了母亲,妻子和他的家庭之间简单而质朴的人际关系,没有炫耀或伪装。 这是对凯特和他的孩子们在关上门时玩耍,深情的亲密关系的一撇,温暖了很多人的心。 尽管詹姆斯猜测这张照片旨在在母亲节分享乐观的信息,但他的广泛赞誉无疑源于他自然地传达了最重要的令人宽慰的时刻,以为慈爱的母亲快乐地与他的孩子们在一起。 在这一年中,全球人民都经历了巨大的考验,也许正是这一批希望,安慰和喜悦让许多人渴望。 对于数百万欣赏这张照片的人来说,他简短而又感人地提醒我们,无论我们的职务或头衔如何,我们每天都与家人分享着明亮、欢笑和联系。 因此,尽管凯特王妃在正式场合中表现得优雅,但这张照片揭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,一个完全专注于孩子们的有趣、俏皮的母亲,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心。 那些短暂一批生活中最简单快乐的闭门升官,提醒着我们,无论是否身居皇室,我们都有着共同的人性。 凯特通过对人性的真实描绘,似乎加强了他与作为威尔士王妃所服务的人们的紧密联系。 小编个人的观点是,终究是凯特、米德尔顿王妃扛下了所有。 他说就像普通的摄影爱好者一样,我也想事事伸手,就辟图造成了错误,我向大家致以真诚的道歉。 凯特的歉意不能不说诚意十足,但是怎么说呢? 我总担心也许这个道歉会适得其反,人们更会将质疑的目光投向肯心顿。 因为当照片播出之后一片好评的时候,网上说这是由威廉王储亲自掌镜拍摄的全家福。 而当照片遭受质疑之后,站出来承担责任的却是他的老婆凯特。 那么问题来了,图片出了错误,到底是谁的责任呢? 首先,这张图到底是谁拍的?又是谁屁的? 如果说是威廉拍的,凯特屁的,最后是由王储妃自己亲自发的, 那么,到底是拍摄的责任大一些,还是屁图的人呢? 再说,即使是凯菲屁的,那么肯心顿就没有审核编辑了吗? 没有摄影助理了吗? 那些高薪配置的秘书,普从,幕僚们都在干什么呢? 不是已经把女王的私人秘书调配给凯菲了吗? 为什么只有凯特承担了所有呢? 说到女王,当初的白金汉宫发布的每一个官宣照片 哪个不是精美绝伦,无可挑剔? 那时候的王室,代表的是精致完美,不会出错 从什么时候开始,肯心顿却连一张照片都搞不定了 而且还是一而再再而三 当初人们嘲笑梅根的屁图是错误百出的时候 真没想到,肯心顿居然能后来居上 退一万步说,即使是凯菲有错 但是她现在是病人病人病人,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让她出来道歉,真的有必要吗? 作为长径的威廉,麻烦你出来走两步呗 不过从哲学上来说,坏事总有积极的一面 肯心顿最高的女主人出面回应 这倒是比一出事,就用林时工说是强得多 究竟还是好汉做事好汉当 就冲这一点,凯菲,你挺帅的 好了,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? 欢迎评论区留言,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